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绝对没有问题的话就麻烦你签个字吧 来 谢谢了 老秦 什么事啊 嗯 不用看了 全搞定了 行啊 没想到这些医生都给你说服了 小蔡一碟 我让你谈的临床实验合作对象呢 差不多了 就差小余是他们家吧 家里边不同意 为什么呀 什么为什么 家里边人不愿意冒这个风险呗 也是 年纪还太小了 这样 我去跟他家属谈 我觉得够强 他爸妈基本上不出面 所有的事情都通过保姆专达的 没事 这事就交给我吧 你别管了 乖乖 吃药等你病好了 爸爸就来看你了 小鱼儿 够佳佳的 没有 那是小女孩玩的东西 我才不玩 我告诉你个秘密啊 我小时候也还要玩活在这儿 真的 和我一样 对啊 因为我小时候 我爸爸妈妈都不陪我 不错了 你还有个爸爸呢 我都没有见过我的爸爸 你爸爸呢 他在哪儿你知道吗 妈妈说他出差了 可是一般大人这么说 要不然就是我爸爸去世了 要不然就是我爸爸不要你了 有人这么告诉你的吗 这还有人告诉 但身上都是那么远的 不过无所谓了 有爸爸又怎么样呢 说不定他还会对妈妈不好 那还不如没有爸爸呢 你说是吧 我说 那你妈妈呢 你妈妈怎么没来看你呢 她忙 你不要去打扰她 你妈妈这么不好呀 她是做什么的呀 她呀 她呀 她是公司的老板 手底下管着很多人呢 是吗 不要去打扰她 好 我知道了 我不打扰她 秦医生 有事吗 我来看看小鱼儿 还有上次那事 我们出去说 小鱼儿 继续给我加加吧 好 秦医生 小鱼儿她妈不同意 为什么 她妈妈觉得临床实验风险太大了 程阿姨 既然国家已经批准了临床实验 那么风险就肯定是可控的 秦医生 该说的我都说了 可她妈妈说了 就算试验成功 谁又能保证没有后遗症呢 是 家长会这么想 我完全可以理解 但我希望 您可以再跟她说一下 让她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下一次我把我们的项目负责人 一块儿交过来 不管小鱼儿的母亲有什么想法 或者是疑问 我们都可以面对面再沟通一次 徐女士 来 坐坐坐 程阿姨说 您坚持要跟我谈一次 是的 有关那个实验 我希望您可以再考虑一下 我是觉得你们这个项目的风险性 实在是太大了 孩子又那么小 才刚刚五岁 我理解 徐女士 癌症的治愈标准 是五年内部在复发 但这一次我们建议您参加的这个实验 只要这个药物在小鱼儿身上起效 就意味着彻底的治愈 我知道医学很残酷 可我们医生也是人 也是有感情的 您心疼孩子的那种情感 我们都可以感同身受 小鱼儿她现在 天天都在接受治疗 这种副作用带来的痛苦 连大人都受不了 更别说她一个小孩了 但她真的是一个 非常坚强非常懂事的孩子 我记得有一次她治疗完 她吐了 吐完她把嘴一抹 她还反过来安慰我 说没事了 谁吃药都是这个样子 然后她问我要了一颗糖 她说痛的时候吃一颗糖 感觉会好一些 秦医生 谢谢你的这些肺腹之业 让我再考虑一下好吗 这样吧 我把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介绍给你 你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直接问她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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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来这些肺腹 我们来吧 好 来来来 快点坐 快点坐 晓晴 大家都熟 晓晴来啊 主要是为了我们后面的临床工作 你是奥阳医院那边 跟我们对接项目的医生 对啊 没想到吧 那接下来的日子 就有请孙老师和球老师 多多关照吧 王老 我在插科打过人问一句 不知道你们这儿 允许不允许办公室练情啊 因为如果不允许的话 我很难办了 够了 晓晓 王老 快说正经事 说正经事 说正经事 我们早先啊 进行了这个动物试验 进展呢十分顺利 按照现阶段呢 我想先着手申请临床试验 药厂那边呢 我已经联系了 但是在我们的临床上 还需要一些典型症状的患者 这个工作呢 就由佳玲和你对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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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闹 别闹了 别闹了 我可是有大朋友的人啊 走了 我正好也想问你 你跟周晓山的事 你们公司没人知道吗 没有啊 为什么呀 没有为什么 没必要 什么没必要 他提的吧 我们两个的主意 他傻 我要有你这样的朋友 我砸锅卖提 我要在冰江大道那块大屏幕上 给投放三天三夜 让全世界都知道 好好好 等你什么时候去投放的时候 记得告诉我 去当观众 快点 出正解事了 我们要六个实验对象 怎么只有五个 是其他的患者有什么固理吗 我可以亲自去跟他们解释的 入穴了 怎么了 我们先去吃饭吧 这个事我们边吃边说 赵老师 你那裘老师跟秦医生怎么回事啊 这人都消失好久了 我还以为没信 这又找上门来了 俩人有说有笑的 好事将近啊 不知道 你不是他们组的吗 他今天带你做实验 你有没有发现一些什么猪死马迹 不知道 你再好好想想 比如什么车接车送 有没有 不知道 一问三不知 佳妮 等我喜吃饭啊 我不去啊 你不去吧 今天派对真不行了 我得替佳妮请个假 为表诚意呢 我请大家喝幸福咖啡好不好 好 请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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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来 我这点 好 喜欢什么 喝什么 好好好 来来来 点点点 赵小山 你喜欢什么呀 帮你点 不用了 你给他 点个美食不加糖一下 美食不加糖多苦呀 也是 苦点配你 我给你加碗蛋糕吧 来 喜欢你啊 好 看你啊 这份套套需要你看一下 快点完了 帮我走 快点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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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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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又需要苏打水 要苏打饼干了 她来干吗 快点了 公事 赵你走吧 我们吃饭去吧 好 我也没吃饭 我也要去 就不带你 谁需要你带了 什么表情啊 同事们都看着呢 这可不像是看到女上司 跟她的男性有人 出去吃饭的表情喽 请逼你别得意 什么叫我贝得意啊 我可不像你 我光明正大的追求家人 手机 那天人等我一下 拜拜 谢谢天下 赵老山 快点快点 这一会儿知道了 看不出来你还挺喜欢刺激的 地下恋情 别胡说八道啊 工作和感情 我还是分得清楚的 第六个病患 是家属不同意吗 是我 你 任何一个见过小鱼儿的人 都会替她可怜 替她可惜的 是 但任何一个人 不应该包括你 你是一名医生 是 所以我想要一个保证 保证什么 保证原计划一定成功 小鱼儿一定重获健康吗 抱歉 就算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概率 我也没有办法对你做任何保证 我这样向你要一个保证 会不会让你因此对我有什么看法 恰恰相反 你没有把私人关系牵上到工作上来 我尊重你 虽然我没有办法保证任何事情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的心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谢谢你 一会儿 我带你见一下小鱼儿的妈妈吧 嗯 没错 她吃了青菜就已经 吃了活了 挺可爱的 我去睡副教掌吧 那是小鱼儿的保姆 那她妈妈呢 已经有保姆通知了 估计一会儿就到 小鱼儿的父亲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她的母亲工作也很忙 所以平时没有时间过来 那她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 她好像是 秦医生 是吗 徐千雅 你没认识啊 天宁 你要的资料 那你们先聊 我出去了 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我 给 这是原计划的一些相关资料 你回家看一看 希望你能够考虑 让小鱼儿加入我们的项目 嘉年 你有把握吗 就算有把握 我也不能跟你说 我只能说 如果小鱼儿 用了我们的药有效果 那么复发的几率 会远远低于手术 那如果没有效果呢 科研的事情一句两句跟你说不清楚 你回去先看一下资料 好好地研究一下 反正 不管你同不同意 我们都是好朋友 好朋友 嘉年 谢谢你 谢什么啊 这是我的工作 不 我是说 你们也问我小鱼儿的事情 你不说我就不问 但如果你需要我的帮助 随时跟我说 师傅 师傅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姐 原计划能和我们科室合作 是你替她促成的 你可别这么说 说得我像在医院里边 指手遮天似的 归根到底 还是你姐她们的项目好 大家眼睛又不瞎 两者一比较 显而易见的嘛 什么眼神啊你 编 你就继续编吧 我可没胡说八道 对了你也别告诉她啊 拜托 都什么年代了 你还玩苦情戏这一套 我不懂 男女之间的感情 是法子肺腑的 而不是被感动 我对你姐做这些 不是为了得到她 真正的感情是不求回报的 喜欢的过程 就已经是最大的馈子了 说了你也不懂 对了 今天我去你姐她们实验室 特别怪 她的同事们好像都不知道 你姐跟周晓珊的事情 一点也不奇怪 她连我这个亲妹妹都想瞒着 不告诉同事太正常了 为什么呀 她在国外受了那么大委屈 回了国也不通知一下家里人 为什么 握心肠胆苦大仇深 不 她就是觉得太麻烦 跟你们说麻烦 说了你们要安慰她麻烦 安慰又变成同情更麻烦 所以直接瞒着来的亲妹 她的情景 可是心里边藏这么多事情 真的不难受吗 她可一点都不难受 她忙着探索科学 推动文化进程呢 就算她不难受 可这周晓珊也太奇怪了吧 她怎么了 我今天不是去你姐那儿开会吗 我一到那儿她同事就拿我开玩笑 明着按着撮合我跟你姐 按照这种情况 周晓珊应该很生气才对吧 应该站出来宣示一下主权才对吧 她没有她一言不发就这么过去了 你说怪不怪 她是不是有什么苦衷 我姐不让她说呀 这已经上升到一个男人的尊严高度了 换我 我肯定忍不了 这两人跟做贼似的不知道在搞什么鬼 享受做一个正常人的感觉 拥有正常的情感 这次赵珊回国 你为什么也跟人起来了 听说中国这几年发展挺好的 就跟着我跟回来看看 那我问你啊 周晓珊在国外的时候有没有女朋友啊 好 你别说了 我知道答案了 周晓珊这个骗子 不是的 没有 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佳馨 我哥对邱佳宁是认真的 瞧你急的 没有就没有 周晓珊那把年纪了 还没有女朋友倒是更不正常了 那我问你啊 周晓珊以前跟他女朋友谈恋爱的时候 是不是也偷偷摸摸喜欢瞒着大家啊 没有 我哥 我哥他 墨连你怎么紧张兮兮的 就闲聊 我不是嘴笨吗 害怕又说错话 让你们误会 那好 那我不问了 走 我们买衣服去 这件 这件应该挺适合我的吧 你觉得呢 这个颜色也挺好看啊 这个啊 你好 这什么价格 我让你试一下 佳馨 你这么多衣服你试得过来吗 又不是我试 姐姐 你把这些全部拿一个猪马给她试一下啊 好的 跟我来吧 走啊 你跟我说我试不了 太公主了 这个衣服 我穿 穿不了 我穿不了 不让你试得太好了 不合适 不试试 我穿不了 我真的穿不了 不行 我穿 穿不了 糟了 走不走 你看你全是朋克风 像男人婆一样 你看看你自己啊 真好看啊 什么啊 佳馨 真的不好看 我去换回来 别别 特别好看啊 我跟你说啊 我今天才知道 什么叫做牛味 是可以培养的 你看看你自己 真好看啊 莫莉 你是不是自己都看待了 你把这些衣服全都买了吧 不行 佳馨 我不能买 别 多好看 买了吧 不合适 莫莉 莫莉 刚刚那件衣服真的很好看 你为什么不买啊 真的不合适啊 合适啊 怎么不合 怎么了 怎么了 老妈子又来叨叨叨了 喂 可爱漂亮美丽大方的吴女士 什么事情啊 你是不是又买东西了啊 我刚收到银行短信 是不是你刷的呀 妈妈 变天了 我没衣服穿了 你还没衣服穿啊 你那衣柜一打开 衣服都扑出来了 我说你 明天到晚在医院穿白大褂 你要那么多衣服干吗 妈妈 你听我说 你以为我想回国啊 你知道吗 我走在路上 突然发现 那件衣服上就写了三个字 写了什么 穷加薪 你说 这件衣服上可是写了你女儿的名字 这种情况下 我能忍受得了属于自己的衣服 能落在外吗 你能受得了属于女儿的衣服 穿在别人身上吗 你就去沾嘴 买就买吧 我还只是问一下 我怕银行咖啡倒霜了 妈 你最好了 咪咪咪 爱你哦 拜拜 早点回家啊 中老年妇女可是真难成啊 不会吧 原来你喜欢这只粉红色的猫啊 我没有 喜欢粉红猫 有个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我说了我没有 莫莉 你严薄忠那样的东西可太可爱了 刚才是你妈妈打电话 有妈妈关心真好 其实有的时候 我还挺希望自己也是个孤儿的 嘉欣 你整个人就好像没挨过欺负 没见过什么不好的东西一样 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为什么呀 因为你有一个家 有父母保护你 其实没有了 就是因为有人替我还卡站 下次我带你回去 让你见识见识 吴女士唠叨劲 你就不那么羡慕我了 那有冰激凌啊 知道 想吃 邱嘉欣向你套话了 不过他没有往任务这方面想 他只是担心邱嘉欣上当受骗 我知道了 你咱们拿着 对呀 尽快他拿着 找你 来给吴女士听直播 交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抓到一个漂亮的小头 赵好山 六年前你在A城 有没有去过一个地方 你这个问题很奇怪 六年前在A城 我去过很多地方 你想为什么 记得我跟你说过 很多年前 我满怀希望的去找我妈 后来被当头一棒 那时候我第一次有了情深的念头 杀了我吧 我已经没有任何活下去的理由了 这个时候 出现一个男人 他告诉你 连死都不怕 就不该怕活着 刚才那一瞬间 我突然觉得你好像就是那个男人 看来是时候了 其实我一直想告诉你 那天晚上那一男人 就是我 就是我 他被你拼着 有 哪一才能 你不怕 哪一天 佳妮 那如果 那个男人真的是我呢 你会怎么办 这个世上 怎么会有那么巧的事情啊 中国人很相信缘分的 你不知道吗 是芊雅 别弄 是芊雅 别弄 喂 芊雅 我 我想好了 让小鱼儿参加你们的项目实验 芊雅 谢谢你 都被你闹得差点忘了说正事 白天我跟芊雅出去了一趟 就是为了争取第六个患者 你猜结果第六患者是谁啊 跟徐芊雅有关 是芊雅的儿子 徐芊雅结婚了 我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起过 不知道啊 他没说我也没问 如果芊雅介入项目的话 你们俩以后是不是会 你经常见面 担心啊 担心的话就对我好一点 我会担心 你要是对秦斌有意思的话 你现在还会在这儿 这么自信啊 不过我喜欢 周晓芊雅 你这么晚怎么还在周晓芊那儿 怎么了 我问你 周晓芊以前有过女朋友吗 有过吧 有过吧 你没问过他吗 没问过 那我告诉你 他以前有过女朋友 并且是光明正大谈恋爱 而不是跟你一样偷偷摸摸的 是吗 你怎么知道的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 反正我现在就问你 为什么周晓芊跟你谈恋爱 是偷偷摸摸的 跟别人谈恋爱 就是光明正大呢 我喜欢偷偷摸摸的行了吧 周晓芊 你严肃点 我认真问你呢 我知道你是关心我 但我认为呢 两个人谈恋爱 就是要尊重别人喜欢的方式 周晓芊她不喜欢大张旗鼓的 不喜欢太高调 那我也不喜欢 这样子 我们两个在一起很舒服 就行了 行行行 算我瞎操心行了吧 告诉你一件事 秦斌带我去建立一名患者的家属 你猜男是谁 我不想猜 你自己说 是徐千雅 患者是他六岁的儿子 千雅姐 他什么时候有儿子了 我也不知道啊 我跟他认识 有十几年了吧 可是我从来没有 他不过问他的私生活 但是这并不影响 我们两个人的感情 所以呢 成熟的关系 并不是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而是建立在彼此尊重 彼此信任的基础上 我和赵小山现在就是这种状态 如果说 他有什么想要告诉我 有什么瞒着我的 总有一天我会知道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啊 你说我姐是不是傻呀 佳琪 关于周小山你还知道什么 快说 她的过去 真的很复杂 喂 周小山 有人找 谁啊 她没说 就说在楼下等你 好 秦医生 稀客呀 少来 找我 你的江宁到底有什么目的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江宁选你我认了 但我会一直保护他 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 你明白吗 听不懂 你凭什么认为我会伤害邱佳琳 凭你的过去 佳琳她是一个单纯的人 她跟佳琪说 不管一个人以前 犯了什么样的错 都不代表她未来还会再犯 可一个人 能改邪归正的几率有多大 你应该门行质问一下吧 对不起 秦医生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所以没有办法接受你这些 莫名其妙的指导 但是你给我听好了 邱佳琳她现在是我的女朋友 你 别别接 女朋友 你甚至都不敢当着众人的面 承认她 周小山你这么偷偷摸摸的 你觉得对佳琳公平吗 总之 你不要让我发现 你对她有任何的不良系图 否则 否则怎么样 怎么找过来的 我跟你妈呢 找我有事吗 我冤极你为什么不答应 我说了我们不合适 你凭什么看不上我 你给我站住 佳琳姐 佳琳姐 快 你快下去看看 他们打起来了 我说了 你虽然长得丑了点 胖了点 外加你没有户口 没有车 没有房 但是你学历高啊 可以改善下一代基因 所以我觉得 我们是适合在一起的 这位先生 他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你们不合适 他拒绝的意义 你是谁啊 我是他同事 我和他的事情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欺负我同事就干我的事 你别以为我不敢打女人 你试试 我 站住 我跟他说 何先生 我谢谢您的欣赏 但是我们是真的不合适 好 那你泼我那杯水 这笔账怎么算 你说怎么算 我要泼回来 好 那我们能不能找个 没人的地方 我让你泼个够 不行 我就要在这儿泼 让所有人都看着我 你 干什么 你们一群人 欺负我一个人 你一个大男人 你欺负女人 你是人吗你 他先泼我水了 我泼你流酸 我的脸好疼啊 我要混容了 我泼走 你耍我 你 你 就与你 好 你们等着 你们给我等着 回来啊 你们等着 别走啊 你们给我等着 快去追 江林 没吓到你吧 我没事 你怎么在这儿 路过 妈 你听我解释 还有什么好景气呢 莱莱 你是不是要让我 和你爸爸戴亲死呢 这小河这么好的条件 你在想什么呢 她说那么难听的话 她的话是不中听 但这句是指使用 我必须向小河道歉 妈 还有啊 我和你爸爸商量过了 不能再让你这样 任性下去 妈 你让我好好想想行吗 我先过 我去找你 刚才谢谢你啊 作为同事 这都是应该的 春儿啊 我没有看不起你 我知道 是我自己自卑 我全是你们看不起我 你也没有那个人渣说得那么差 章语 你还是怼我吧 你这么说话 我不太适应 那个 你要说什么呀 你一会儿多吃点啊 来 来 来 夏姨 刚才你不该那么冲动 是那个男的太欺负人了 怎么了 有事啊 秦斌今天是来找我的 我说他怎么来了呢 找你什么事啊 你是不是很委屈啊 什么意思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告诉你什么啊 其实 你身边很多人都不赞同我们在一起 对不对 他们不赞同是他们的事情 我不听 也没有必要告诉你 委屈更受不上了 我的人是我做主 这一点我很清楚的 邱嘉宁 一个人就算再独立 将来也要面对社会的 我希望将来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你都能和我一起分享 我愿意和你一起承担 我愿意和你 赵好山 我做的决定 我从来都不会后悔 不管别人怎么看 怎么说 我不在乎 我也希望你不要在乎 我和你 只是我和你 好吗 你今年虚岁三十了 你今年虚岁三十了 当初我就不同意 你念完大学还要往上念 结果心一软同意了 你看看你现在 要什么没什么 李存然 你要是还认我们做父母的 就赶紧辞职回来 我生以为你 王岐天主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展叔 北方奋起失败了 尽量太小 另外还有一个坏消息 实验室的密要改了 又堵死一条路 小山啊 我们的时间可是越来越紧迫了 务必在申请专利之前 拿到配方 我明白 乍书